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类是国家排名 典型语言是超越了某个国家 一类是终极目标 典型语言是星辰大海 一类是基础设施 典型语言是公寓善其事避现利息器 还有一类才是科学成果本身 典型语言是扩展人类知识边界 下面我们来分类阐述一下 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争夺排名 许多人一提到科研 首先想到的是为国争光 就是因为这种宣传 在这个层面上 中国目前大部分的成果还属于追赶 即别人已经做到了某件事 现在我们也做到了 例如美国和苏联都曾经从月球取洋返回 现在中国的嫦娥五号也做到了 以前只有美国成功登陆国火星 现在中国的天文一号也做到了 有趣的是 2019年中国嫦娥四号在月球释放的月球车玉兔二号仍然在正常工作 因此中国成了目前唯一的同时在两颗地外星球上有工作中的巡视器的国家 更有趣的是日本经济新闻为此发了个社论 敦促中国有序开发宇宙 虽然内容一如既往的双标 一往威胁论上拉 但这标题本身就挺令人舒适 欢迎这样的敦促 我们会努力有序开发宇宙的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说明当你超过它足够多的时候 它的宣传策略就不得不变化了 这令人联想到中国刚开始载人航天计划的时候 外界有许多怀疑和嘲讽的声音 对于杨立伟 翟志刚等航天员的成就 台湾媒体提出过许多理由 论证这些镜头是在水池中拍摄的 然而现在就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因为中国的航天成就太明显 无法用阴谋论简单谋杀了 仅仅在一年之前事情还不是这样 那时中国航天跟印度比水高水低还不好说 印度方面最强的论据是 火星探测 中国第一次火星探测的尝试是在2011年 当时中国的探测器引火一号 参与俄罗斯的福波斯土壤号探测计划 达成俄罗斯的火箭升空 但福波斯土壤号进入地球轨道后 芯片失效 无法变轨 最终在大气中坠毁 而印度的火星探测第一次尝试就很成功 曼加利安号探测器 在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 至今还在传回数据 所以印度保持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首次探测火星就完全成功的国家的记录 在这方面比中美俄欧日都强 现在外界就不会把中印的火星探测相提并论了 因为明显不在同一层面上 天文一号一次就实现了绕落巡三大目标 而以前美国之外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 欧洲 印度 日本等 只实现了绕 没有一家实现落巡就更不用提了 媒体即使再偏心 也没法论证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航天比中国强 于是只好把宣传策略改成威胁论了 这真令人想起 法国报纸报道拿破仑登陆的那个故事 排名上升 除了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还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即提升整个国家的形象 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卖高价 在这个意义上 火星登陆 月球采样等活动 跟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一样都是国家形象的广告 而且是很成功的广告 对于很多人来说 能认识到这一层已经是大有进步了 不会再去问 头衔搞科研有什么用 这种不入流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 国家地位和形象只是科研的附带效果 而不是本质效果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其他类型的科技新闻 第二大类是星辰大海型 即一般人对它的兴趣主要是在研究的终极目的上 而不是在技术细节上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控核聚变 大多数人都能理解 可控核聚变是人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有望掌握的最强的能源 是人类亟待攀登的下一级大台阶 但如果要讲具体的原理与实验条件 如等离子体高约数模式 聚变三重机 第一臂 偏氯器 太灰 穿字石等 大多数人就不知所欲了 因此每当有一个可控核聚变的新闻出来 公众都会很关心 不过对技术细节就总是不明觉利益 如果要提问 问题也大多是 离实现可控核聚变还有多少年 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研究人员的回答也总是 还有五十年 听起来这个回答似乎也是老生常谈 简直像是在敷衍 但其实这个五十年现在是个时数 而不是拘束 2020年7月28日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12 Eater开始在法国组装 预期2025年建成 全世界所有有实力的国家都在参与Eater 包括中美俄日韩印以及作为东道主的欧洲 同时中国独立建设的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 也在进行工程设计 预期2030年代建成 IT12的目标是为未来的核聚变反应堆 提供刀穿等离子体物理基础 CFETR的目标是为舰堆提供工程基础 尤其是材料 穿循环和摇操作 同时在超导和加热方面继续加强 国际聚变界希望在2050年左右建成师范堆DEMO 在这方面中国的规划是引领世界的 如果一切顺利 希望在2070年左右建成有商业价值的核聚变发电站 你看从现在到2070年不正好是50年吗 我还想告诉大家 虽然可控核聚变是等离子体物理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但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范围远不止此 例如等离子体可以用于航天发动机的电推进 可以用于对芯片和电池的加工 可以用于向化学体系定向注入能量 由此就可以用于消毒杀菌 可以用于淡水进化 可以用于伤口止穴 甚至可以用于治疗癌症 而在根子上 等离子体基础理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突破了 现在这方面的理论仍然十分复杂 大大限制了我们的预测能力 因此如果你对可控核聚变的关心更加深入 你就会关心到等离子体的广泛应用 关心到等离子体的基础理论 也许需要基础理论突破 再把人类带入下一个大台阶 下面我们来谈第三类科技新闻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息细行 大家应该树立一个基本观念 现在的科学早已不是像科学的幼年那样 通过日常观察就能做出重大发现了 而是越来越多的依靠实验仪器的进步 只有更好的仪器才能得到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 只有测量的精度更高才能发现以前无法发现的现象 因此探测机的进步本身不是科学成果 但它们是科学成果的前提条件 在这方面 最新的一个重大成果 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 LASO LHAASO 它是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拉着High Altitude Air Shower Observatory 的首字母所写词 2021年5月17日 高能所召开发布会 宣布拉索发现了银河系中12个超高能光子源 这里超高能的意思是 达到10的14次方电子伏特 电子伏特是一个能量的摊位 以前的宇宙线探测装置 主要只能探测到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的光子 拉索一下子把它提升了两个量级 拉索在超高能段的性能 不但超过以前的所有探测器 而且超过其他国家 在构想中的所有探测器 因此国际专家预测 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里 拉索将主导伽玛射线天文学 有这样的探测能力打底 当然就渴望它源源不断地 产出重要的科学成果 因此高能所宣称 拉索开启了超高能伽玛天文学的时代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块的分量 开启某个时代 这种巨事是很少见的 2021年6月 我和拉索项目的两位重要成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特任教授 杨瑞之博士 和中国科学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松战博士做一场直播 介绍了拉索的成果 他们提到许多外国学者 对拉索十分感兴趣 希望参与国际合作 或者到中国来留学来工作 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首先有新的探测仪器 然后有新的实验数据 然后有新的人员进来 中国如果要成为新的科学中心 就必然要先建成若干个引领世界的实验装置 例如已经建成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 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探测器 江门中微子实验 江门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 简称Juno 以及探测宇宙大爆炸最初信号的 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偏振望远镜 阿里CPT 探测暗物质的悟空卫星 Dumpy 探测インX射线的惠眼卫星 HXMT 在太空探测引力波的太极计划和天秦计划等等 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就是这样一步步建成的 最后一类科技新闻是扩展人类知识边界型 这其实才是我们做科研的本意 是把科研跟其他各种人类活动区分开的关键 玩过文明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笑话 奇观五 但科学家造惊人的实验仪器 并不是为了这个奇观本身 而是为了实大实的科学成果 所以至少不会误果 在这方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讲过最多的领域 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是量子力学这个基础 物理学理论跟信息科学交叉 产生的新兴学科 是整个科学界发展最蓬勃的领域之一 量子信息包括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和量子机密测量 目标都是利用量子力学的特性 实现超过传统信息技术的效果 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有很多引领世界的成果 例如量子通信方面的莫子号卫星与金湖干线 以及量子计算方面的九张光量子计算机 实际上量子信息是极少数的 中国在整体上处于领跑地位的大的科学领域之一 然而量子信息的意义远远超过在世界上争夺排名 因为它是真正的战略性颠覆性技术 被称为第二次量子革命 比如说量子计算机取得突破 就有望破解现在所有的基于数学难题的密码 又比如说量子保密通信的作用 就是让密码牢不可破 你又会问 那如果用量子计算机去破解量子密码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会怎么样 回答是顿胜 量子密码保密的基础并不是数学问题 而是物理原理 所以它能抵抗所有的计算机攻击 包括量子计算机 你看 要理解这些成果的意义 就需要对量子信息的科学原理有深入了解 仅仅喊一个超越了其他国家 就远远不够了 而且抓错了重点 以上谈的这四类 其实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 表示四种常见的动机 而一个真实的研究中 往往会同时包括这四类 例如中国的嫦娥5号 自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以来 第一次从月球取回了样品 这是国家排名的视角 月球探测归根结底 是为了飞出地球摇篮 走向星辰大海 这是终极目标的视角 嫦娥5号是人类迄今为止 向地球之外发射的最重的探测器 达到8.2吨 这是基础设施的视角 取回月球样品之后 就可以开展科学研究 对月球起源 太阳系演化等重大问题 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这才是科学家 对这个项目最大的兴趣所在 这是科学成果的视角 如果你能同时从所有这些角度 理解一个研究 你才算是获得了深入的认识 科技是人类发展的正道 我们要走正道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院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订阅